曾經有一個可能騙到很多Like的畫面放在我面前 但是我沒有好好珍惜 等拍不到的時候才後悔莫及 你猜拍血月那麼簡單? 就是知道不簡單 所以要管將你指導一起去拍照 把握這個騙Like 不是不是 是拍月全食的黃金時機 其實都不是那麼難的 要拍月全食的美照 最重要知道月食時間 最佳觀賞地點和帶齊裝備 我準備好了 今次我的Like數一定突破歷史新高 出發 帶齊裝備未? 相機 帶了 腳架 有 指南針 沒有 要指南針做甚麼? 不是就這樣拍就行嗎? 每次月全食發生的時間和方位都不一樣 今年9月的月全食 香港可以看完整個過程 在南邊至西邊的方向就看得到 所以指南針很重要 即是我們要上山嗎? 那不是很累嗎? 那又不一定要上山看 只要附近沒有高樓大廈擋住 景觀夠開揚 知道不同階段月亮在天空的 仰角和方位角 這樣就可以輕鬆看到 話時話 你知不知道月全食的成因和過程是怎樣的? 嗯…我知月全食是當太陽、地球、月球排成一線的時候 中間的地球擋住了太陽的光 地球的影就會完全遮住月球 那月全食就會出現 我聽過月全食的時候會出現血月 但是血月是甚麼我就不知道了 嗯…簡單來說 地球的陰影可以分為兩部分 外圍的半影和中心的本影 當月球完全進入地球的本影區的時候 理論上太陽光會完全被地球擋住 不過地球大氣層會將藍光散射走 只是靜低紅光會折射到月球表面 令月亮呈現紅紅的顏色 形成坊間所說的血月 哦…原來是這樣 見到月亮了 但是我拍的都拍不清的 我為了今次 故意買在這支人稱大炮的長焦距鏡頭 還準備了腳架 嗯…難道我用錯了鏡頭? 做了功課 知道焦距越長 拍出來的月亮就會越大 不過拍月亮不是就這樣拿起相機就可以 首先要對好焦 還要因應月傳食不同階段的光度變化 調較快門或感光度 這樣才會拍得清楚 什麼月傳食有分不同階段嗎? 是啊 月傳食分為每個階段 初規、食記、食慎、生光和復原 每個階段的光度都有變化 整個過程一般大概四至五小時 例如在初規或食記這些偏食階段 月亮比較光亮 只需要短時間曝光就可以了 去到食慎階段 整個月亮進入地球的影 就會變暗了很多 曝光就要久一點了 咦?今次拍完月傳食 下次血月 我是不是都可以用回一樣的相機設定來拍過嗎? 不一定的 每次食慎階段 月亮的紅色深淺程度都會有點不同 一般會呈現暗紅或橙色 這是因為受月球穿過地球本影的路徑 以及地球的大氣狀況影響 如果大氣中的塵埃或雲越多 就會越紅了 每次月傳食顏色都未必一樣 那有沒有怎樣分類 有啊 我們可以用這個單容量表 它是由法國天文學家安德烈單容制定的 它將月亮在食慎期間的顏色和亮度分成五個等級 我們可以用來比較一下血月屬於哪個等級 耶!終於拍到血月了! 我還拍下了整個過程 今次緝照一定吸到不少Like 考考你啊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食慎前後 月亮暗的部分都是呈現圓弧形呢? 是地球的陰影? 圓弧形是因為地球是球體? 沒錯!古人就是靠月食時觀察到這個現象 推斷出地球是圓的 哇!想不到出來拍張相片握Like 都可以令我對月傳食有更深的了解 館長 未來十二月好像還有雙子座流聲語 我們又可以一起去看啦 嗯... 看看我到時有沒有空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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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